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雨桐 中共政府最近越來越朝頭難辣 截至目前除美國之外 立陀院英國等六國宣布外交抵制北京東奧會 歐盟宣布對中共官員現場制裁 歐洲議會中國代表團主席則聲稱 習近平的幻想破滅 而在中國國內有一家互聯網企業 歡迎首科技再傳大幅裁員消息 債務危機下防禁再傳惡號 佳少爺集團在香港暫停交易 中國的人口危機和老齡化危機日益突顯 就整個中國大陸而言 一代戶比重 接近50%獨居空巢現象突出 中共黨內鬥爭 除了二十單臨近日益激烈 中宣部副部長在重要黨部發表儲名文章 稱習近平接任以來 幻確難於祭祷 赴大廈之章傾 公開對前任黨魁江澤民打臉 十二六號 歐盟宣布延長制裁 嚴重侵犯人員的個人和實體 至2022年12月 其中包括中共侵犯維族人員的官員 歐盟今年三月 制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廳長陳明閣 中共黨委常委王明山和王君正 前新疆政法委書記朱凱倫 和新疆新產建築兵團公安局 歐洲議會集團外交政策協調員 歐洲議會中國代表團主席包瑞雄說 就在前幾天 中共領導人還幻想住歐盟會 允許2021年3月實施的制裁過期 從而向北京叩頭示好 暴魯塞已經證明 獨裁者習近平的團隊是錯誤的 德新社子孫 這是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以來 針對北京侵犯人權行為採取的第一個措施 被制裁者被凍結資產和禁止旅行 中共中央黨校機關部 《學習時報》8日在其頭版頭條 刊登中宣部副部長 沈凱雄的文章 在文章中 沈凱雄本想吹捧習近平 然而其中有兩句話 不僅洩露出中共的大秘密 更重重地打念前任中共黨魁江澤民 沈凱雄說 黨的十八大議題 習近平總書記 以偉大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家洪財偉略 和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責膽忠心 挽狂難於祭賭 赴大廈之章傾 亦則說 在習近平上台前 在江澤民實際掌控中共政壇之際 中共已經大廈章傾了 有分析認為 沈凱雄等於輪圓了吸了江澤民一個大罪吧 無獨有偶 11月30日 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在《人民日報》上刊登 儲名文章 強調習近平十八大後 堅決查處郭伯雄 徐在口 冒風暉 張揚 並徹底肅稱其流毒影響 最根本的成效 是挽救了人民軍隊 一個話 挽狂難於祭島 扶大廈之相談 一個話 挽救了人民軍隊 沈凱雄和張又俠所說的話 可謂相互印證 街事業集團 8月早上在港交所發佈公告稱 將於上午9點起 短暫停止買賣 根據公告 該筆票據於2021年12月7日到期 仍未償還的本金總額為4億美元 12月6日 街事業美好集團有限公司公告稱 郭曉廷女士已提請辭任公司執行董事兼副主席一職 至2021年12月6日起生效 郭曉廷是街事業掌托人郭英成的大女 很多人對於這位街事業的主席郭英成並不熟悉 然而街事業當年在四川的發展背後 與周永康之子周斌的商業夥伴吳冰 他有著密切聯繫 早在2014年 綠媒財新網期下的新世紀雜誌層報導稱 周永康長子周斌及其外母 郭曉廷成立的中族系 一度與兩家香港上市公司花樣年 街事業進行合資 土地儲備上千某 部分項目被周永康家族代理人 四川商人吳冰提供給政法系統等官員使用 2014年10月17日 持任街事業董事局主席郭英成被傳失蹤 當時港媒消息稱郭英成被扣查 但街事業公司否認 據傳街事業集團涉及深圳落馬政府委書記 蔣尊勇案件 有統計稱至2000年以來 搬送落馬的中共省部級高官涉及房地產 涉事地產富豪有不少選擇了外途 而外途的第一站就是香港 將香港作為避風港 這一點在2015年曾被《紐約時報》 《金融時報》先後報導 在《金融時報》2015年的報導中 一名當地房地產中介林金偉說 街事業的老闆走了去香港了 政府凍結了該公司的所有資產 是因為他們跟周永康和他的兒子的關係 據說郭英成在香港藏身之處 是大名鼎鼎的四季酒店 人家更多將他叫做望不留 飄望不方等待歸期 在此藏身的大陸富豪不止一位 還有一名天系掌勞人蕭建華 中共央行前行長戴雙龍的女婿車芳 山西聯姓集團董事長迎利斌 現在不說望不留隱藏中國一般秘密 由一家中國大陸互聯網企業傳出裁員消息 12月8日六媒澎湃新聞記者 從多位內部員工處獲釋 快手科技正在進行新一輪裁員 一位快手員工透露 快手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地的商業化團隊 將在年底前完成轉型 其中部分業務條線將被取消 而正如的業務條線將在10月底前 將辦公地點調整到杭州 搬家和離職之間二選一 不願意去杭州的員工都在等到離職 該員工透露 由於目前裁員的補償方案尚未談妥 大部分員工談及指示十分謹慎 此前有員工在職場社交平台密密爆料稱 快手這次裁員範圍不單包括基層員工 部分年齡超過35歲、非技術崗位的高管團隊 亦被裁員甚至其中不少人的年薪都達到百萬級別 至於裁員比例 有快手員工在社交媒體上爆料稱 這次快手裁員幅度達到30% 亦有員工稱 目前整體裁員幅度達到10%至15% 據快手招股書 截至2020年6月30日快手有16,387名全職官員 快手並非首個傳出裁員消息的互聯網大廠 12月1日有媒體報導稱 愛奇藝正在裁員 裁員比例約在20%至40%裁員補償 尚未完全敲定 或按N加1發放 據員工在社交媒體的反規 包括字節跳動的教育、遊戲、本地生活業務 騰訊CSIG事業群下的兒童啟蒙教育業務 均有裁員轉綱的消息 百度等亦有員工稱 公司有人員優化 業務精簡的跡象 中國的家庭部式 從四歲同堂轉變到夫妻二人大壞的核心家庭 再進一步轉換到獨居或夫妻二人為主的模式 根據最新發布的中國統計年間 2020年全國一代戶的比重 較10年前上升了15.33%至49.5% 所謂的一代戶即同一輩人居住或單身居住樂戶的情況 2020年二代戶的比重已縮水到36.72% 雖然中共數據歷來造假 但僅僅按照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 亦足以令人一窺其中的嚴重程度 同時三口之家模式 亦已經不是中國家庭最主流的模式 因為過去10年二代戶佔比 從47.83% 縮水至36.72% 取現代之的 是各種各樣的一代戶形式 獨居、夫妻二人、空巢老人等等 具體來看 吉林、內蒙、天津等13個 省區時的一代戶比重已超過50% 其中上海、黑龍江、北京、浙江均超過50% 以東北三省為例 黑龍江、吉林和遼寧最近10年一代戶佔比分別提升 23.45個、21.49個和19.66個百分點 已達到59.65%、56.11%和57.18% 數據顯示一代戶比重提升 並非是某些地區單獨發生 而是在中國統一發生的現象 據美國之音報道 目前除美國之外 納陶宛、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蘇格蘭、 新西蘭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東奧會 英國首相約翰遜 星期三宣布 英國亦將有效實施針對北京東奧會的外交抵制 因為英國政府不會派遣部長或高層官員出席 預定於明年2月4日開幕的北京東奧會 美國是宣布外交抵制北京東奧會的第一個西方主要國家 白宮星期一宣布 美國政府官員將抵制北京東奧會 以表達對中共侵犯人權、報核的抗議 白宮宣布外交抵制北京東奧會之後 澳大利亞隨即在星期三組織時宣布更進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在解釋澳大利亞的外交抵制決定時表示 澳大利亞一直向中國提出發生在新疆的侵犯人權行為 和許多其他問題 我們會很樂意與中國政府討論這些問題 但中國政府一直不接受這些機會 澳大利亞總理特努多也在星期三宣布 加拿大將外交抵制北京東奧會 特努多說 我們對中國政府一再侵犯人權行為 感到極為關切 他們不應該對我們不會派出任何外交代表感到驚訝 蘇格蘭政府亦於星期三證實 蘇格蘭將與美國等國家一起外交抵制北京東奧會 約翰遜星期三在英國議會被議員問及 英國是否會跟隨美國、澳大利亞和立陶宛 因北京的人權紀錄不介 而對北京東奧會實施外交抵制時 約翰遜表示對北京東奧會將會有有效的外交抵制 約翰遜說不會有部長亦不會有官員出席 約翰遜並表示政府與中國提出這些問題從來都不猶豫 就像我上次與習主席通話時一樣 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在內的西方政府 越來越強烈抨擊中共當國在新疆對維吾爾族人的人權侵犯 而有些甚至稱之為種族滅絕的行為 西方國家同樣對中共政府在對香港民主派和議員士的打壓 表達過強烈的不滿 人權團體執法起了全面抵制北京東奧會的運動 中共政府則對美國宣布的抵制決定大力抨擊 聲稱美國的行動不會得到支持 揚言美國將惠奇錯誤行徑付出代價 新西能副總理羅伯迅表示 西蘭已經在今年10月通知北京 不會派部長級官員出席北京東奧會 主要原因是對新冠疫情的憂慮 新冠疫情結束 既然移好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